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专业手 本期栏目,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处待早期 且具有一定潜力的项目 在视频开始前,需要听的是 视频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如续了解详情,欢迎一步至项目方官网或推特进行查看详细内容 本期内容只做学习和参考使用 最近,虽生态上的项目动作频繁 即使市场正在下跌 虽24小时仍涨幅16% 目前价格1.26美金 看一年以来,虽生态原生DeFi协议Navi Protocol 也呈现强势的发展势头 不仅在半月内TVL涨幅80% 一跃成为虽生态Top1的DeFi项目 更宣布收购虽生态头部流动性质押协议Velo 抢占LST5市场 进一步奠定了发展基础 Navi Protocol也将在一季度Launch Token 本期视频,我们将走进虽生态头部项目Navi Protocol 带你了解项目的特点与前景 很多人关注到Navi Protocol 源于该项目开年以来的惊人增长速度 两周前,Navi的TVL刚刚突破6000万美元 而在短短两周内,TVL已经突破1亿美元 上线刚满6个月 Navi便吸引了超过77万的用户 奇迹带量也达到4000万美金 占虽全网的66%以上 作为虽生态第一个原生流动性技术协议 很多人将Navi看作是虽生态中的AFI 2.0版本 该项目通过超额抵押 动态利率、健康系数等机制 为用户提供一个作为流动性提供者 或借款人参与虽生态的一个重要入口 在功能创新方面 为了保护用户的资金安全和缓解系统性风险 Navi推出了杠杆金库和格力模式这两大创新 杠杆金库有以下功能 自动化杠杆 通过借贷 你可以多次重复借贷资产来进行做多或做空 但其较为技术且繁琐 而该功能则是帮助用户免确的这种重复操作 使得整个过程更加直观易懂 同时你还可以以低年龄率借贷资产享受更高的APY 而格力模式则是为了安全上线新资产和消除系统性风险 新资产只有在经过Navi治理批准后才能进行抵押 Navi也是Mister Labs官方投资复化的随生态项目 同时收到来自Coin98 Ventures Galaxy GateIO和VIA BTC的投资支持 根据链上数据显示 在Navi和Sui Foundation联合推出流通性激励计划中 Sui官方在过去6个月的时间里 划布了1500万美元的Sui作为早期存款收益 用户APY的收益高达20% 12月 OKX DeFi上线Navi加息活动 用户在OKX DeFi质押Sui或USDC至Navi 即可享受10%额外加息年化收益 随后 Navi与OKX Web3钱包合作发起了二活动 同时Navi已接入OKX Web3钱包 用户可以通过OKX Web3钱包插件端 在Navi进行加密资产的借贷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 2024年1月17日 Navi Protocol宣布收购 虽生态头部流动性质押协议 Velo由借贷协议 进一步升级为借贷加LST-Fi的 虽生态一战式流动性协议 并透露本次合并与过渡工作 预计在一个月内完成 收购Velo这一战略举措 对于Navi而言无疑是如虎添翼 Navi占有虽生态高达66%的借贷市场 而根据DeFi拉马数据显示 Velo是虽生态排名前10的DeFi协议 更是Top3的流动性质押协议 占虽生态高达30%的LST-Fi市场 Navi与Velo两大生态头部项目的强强联合 对于各自的项目乃至整个虽生态发展 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另外 今年LST-Fi赛道的潜力 也许会继续助力Navi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 在Navi的第一季度路线图中 最引人注目的还有原生代币的上限 Navi代币持有者可以质押Navi获得收益 费用折扣以及参与协议治理等 第一季度Navi的另一个种头戏 还在于启动道和社区治理功能 激励用户与项目一起持续发展 根据DeFi拉马数据显示 Navi Protocol也是虽生态TVL Top1的DeFi项目 Navi的强劲势头也让市场对Navi及虽的表现充满期待 同时伴随着Navi的TVL提升 虽的TVL也突破3.9亿美金 7日内增幅超过55% 同时Navi的流动性分散程度也比较高 系统风险相对较低 根据Navi积分排名 在流动性中50%的流动性提供者 主要分布在5000到8万这个范围 这种高分散程度的流动性 也为Navi的安全稳定奠定了基础 但客观而言 目前Navi的TVL在1美元左右 这在整个DeFi赛道仅是中流水平 而虽目前也暂列新供链排行中的第13名 伴随着供链的进一步崛起 加上团队的创新与运营能力 Navi将有机会向更高一级的TVL发起冲击 或许也能成为2024年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钻车速递 如果你觉得我们内容对你来讲 有价值有帮助 欢迎你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次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一期再见